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问答还赤格》 如果你有任何投资问题,继续打来204-6566 跟我和郭sir聊聊天 郭sir你好,我见到电话旁边有位家庭观众 急不及待在等着,电话旁边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我和郭sir有什么帮到你? 现在是2333 是,长城汽车是吗? 是 你多少钱买的? 未有货,现在可以进入 哦,明白 好,见到长城汽车股价 暂时现在升了接近2%左右 去到32.6% 见到长城汽车的中期顺利是倒退的 不过很有趣 公布了顺利业绩之后 反而股价不跌反升 现在暂时是32.6% 郭sir这个时间骂,值不值得呢? 其实最坏的时间过了 不要忘记它有五十多元跌下来 它长城的H6汽车是买得相当好 H2的汽车近期推出来也不差 不过H8据民波箱有些问题 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推出 不过最近好像已经解决了相关的问题 其实股价由于累积的跌幅已经比较深 况且它的问题不是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 当技术的问题能够解决之后 而车型出来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销程 股价是可以迅速反弹的 事实上来说 累积的跌幅也有相对比较深 介不介意好像由低位上来 有少少的幅度呢? 如果不介意 我觉得现在这一分钟已经可以开始卖了 当然大市本身站在25,200左右的水平 会否有少少反复呢?也很难说 9月份的市场进了步上升 还是略为反复或者回吐呢? 其实现在暂时不知道 所以为了保险来说 你可以分开两柱或三柱买 例如这样 想买5000股的 现在先买2000蝎 万一股价真的落到30元左右的水平 再买多日柱 如果再便宜再买多日柱 因为我始终认为 H8的型号 因为波箱问题不能够推销 其实已经在早前的股价下跌当中 是反映了 我再说一次 是反映了 一旦H8是重新可以推售的话 这个由51.9跌到26.1跌 差不多接近50%的势头 一定会有急步的反弹 第一个阻力位 暂时来说是一个月的高位 34.3 一旦成功突破 目标就值止37元 可以分三柱 慢慢去买 现在这一刻先买第一柱 郭先生 如果要放一个止损位 应该在哪 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中线的部署 如果纯粹是短炒 我买来炒 我总之对我就赚 不对我就走 一个月的低位是30元05先 这个技术上也是参考的止损位 万一不对板跌穿一个星期的低位 一个星期才对吧 一个星期的低位 30元05先跌穿了 那便止损算数了 那承担风险 要么7%多跌 李小姐可以留意 郭先生的建议就是 现价已经可以吸纳第一柱 如果股价向下 可以继续分住买 如果不幸跌穿30元05先 一个星期低位 就指示 中线的目标价是上到37元 之后有黄先生的电话旁边 黄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问934中石化贯德 和中石化贯德有什么关系 和中石化贯德的上网是如何 黄先生你本身有没有持有中石化贯德 有的 我六个二买了 六个二买了中石化贯德 好 中石化贯德的股价暂时跌了1.6% 去到6.7%的位置 看名字 中石化贯德和中石化 子母公司的关系 中石化如火如荼 分拆下游业务出来 看到业绩做得不错 中石化贯德 移政化签方面 管理层都说了 户友方面双方的重组 中石化贯德又有没有这方面的憧憬 郭先生直播率还有没有 其实都有 不过当时火舌走就轮到他 从事原油、石油和石化产品 机械设备和经营的码头方面 业务都是和石化类、原油方面掛勾 最重要是看估值 以现在来说 如果用往迹来说 就有30倍市盈率 我觉得略高了一点 不过不要紧 市场一直都是比较高的估值 估价的表现 其实近期来说 都开始逐步转用 由5.54一个月的低位 升到近日高位6.7元 但最重要是看估值 刚才我也提到 技术上来说 由于以往迹来说 参与市盈率 都略高了一点 只是看上半年 他赚的钱是3亿多元 其实伸值下去 我自己觉得 都是吸引力一半 不过好处增长的势头 比较明显 可能基数比较低 所以造成增长幅度比较明显 6.82是一个月来的高位 现在正在逐步逐步向上 今天是终建6.88 曾经在技术上突破了 如果再转向上望的目标 可以放高一点 大概是7.2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就是 一个中期的技术上 持续沉底的形态 已经暂时告一段落 因为股价不单止突破了 10天、20天 亦都成功回到50天线流上 而更重要的是 10天和20天线 亦都慢慢走回到50天线以上 即是说 整个中期的技术上的调整 应该都已告一段落 这一刻既然有这么大的转变 有货在手 那当然是炸炸线 第一阻力位是7.2元钱 其实都不需要急得这么紧要 希望后一个阶段的升势 会比较明显 而最低限度 一日股价仍在10天线流上走 走势是处于一个逐步向上推升的格局 经过这么久的下跌 现在才能够断定 和出现一个技术上的转强讯号 有货在手 我认为可以暂时留一留守 先等一等 可以留意着 郭sir建议中石化贯得你6.2元 买了有钱赚 上网空间可以去到7.2元 继续拿着 郭sir觉得现在 这个黄金交叉 已经出现了两次 未来应该会有不错的走势 好,这一节时间和郭sir谈到这里 稍后我们会有五间总结的时间 为大家回顾港股上半天的情况 郭sir,刚才提过相关股份 有没有哪支你持有的? 是没有的 好,先谈到这里 稍后我们会继续看看其他港股的焦点 稍后再见